夾娃娃机必胜法 夾娃娃机,你一定有玩过 琳琅满目的机台,还有娃娃机里面的东西 吸引着每一个路过的人 三不五时,我也会掏出口袋中的铜板 试一下自己的技术与手机 我相信影响娃娃机游戏结果的因素 除了技术,更重要的是运气 说真的,我玩夾娃娃机,运气还算不错 不敢说百家百重 但从出货的比例来看,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有时候,我会在FB放上我战机的照片 朋友看到,常常有人说我很厉害 朋友知道我是科学老师 问我有什么夾娃娃常省的科学方法 我喜欢用科学的方法看待人生的问题 如果要说牛顿力学 如果要谈能量守恒 那还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战胜娃娃机 但从人生的角度来思考 的确有方法可以提高夹种娃娃的胜率 虽然影响夹娃娃机的因素真的很多很多 但我的常胜方法其实就是 只有在看到东西掉在洞口时才会出手 不是每台娃娃机里的东西 你都会很想要 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也不会随时都很好夹 想想你耐心有限 钱更有限 看到你喜欢的东西 你可以跟它拼了 花钱拼保夹把它夹出来 看到你喜欢的东西 你也可以等待机会 缘分满满的时候再把它带回家 人生是不是也是如此 你很难改变周遭 但你可以做出选择与决定 你不需要了解每一种专业 你只需要学习你真心喜欢的那一种 你不需要经熟所有的技能 你只需要经熟你想要用来谋生的技能 你不需要搞定公司所有的人 你只需要在关键时刻 搞定打你烤鸡的人 你不需要买名牌精品来显示自己的品味 你只需要在你最在意的人面前 让对方了解你最独特的一面 你不需要让每个男生都喜欢你 你只需要在你想交男朋友的时候 让你喜欢的那个男生喜欢你 你没办法无时无刻 用力掌握身边每个机会 你只能在你做好准备 心无旁骛的时候 把原本不属于你的变成属于你 你不需要强求娃娃机中的每个东西 你可以等待你想要的东西 刚好掉在洞口时 再轻松优雅地出手就可以 大家都会说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准备好你的子弹 等到你的猎物来到枪口时 给他一枪 人生就会像娃娃机的长胜法一样 当机会来到你面前 准备好从容接受就好